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六方会谈特使赛勒27号表示 最近美国与伊朗达成核问题协议 表明美国的对话大门仍然打开 现在是由朝鲜决定是否就核问题对话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 好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在埃塞俄比亚首都 与埃塞领导人进行会谈 重点讨论恐怖主义 人权以及南苏丹内战等问题 部分人士认为奥巴马不应访问伊索比亚 因为伊索比亚是非洲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 而且选举舞弊 但白宫表示奥巴马会见埃塞俄比亚领袖时 会提出人权问题 埃塞俄比亚在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组织青年党方面 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与埃塞俄比亚合作反恐 也是奥巴马决定到访的原因 奥巴马于周日抵达埃塞俄比亚 成为第一个访问这个东非大国的再任美国总统 此次的行程包括去非洲联盟总部商讨南苏丹危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团队 周一在爱荷华州一座节能中继站遭世时承诺 如果竞选成功将推动大幅提高再生能源发电 他预计接受白宫十年内提供足够的干净再生能源 发电给每一户美国家庭 上任四年内全国将装设超过五亿个太阳能板 他的竞选阵营表示 全国太阳能发电量将因此从目前水平激增700% 最后再生能源发电渴望占总发电量的至少三分之一 希拉里阵营表示计划还包括呼吁扩大联邦干净能源减税优惠 让纳税人和干净能源发电商享有更多 已故流行音乐天后惠特尼·休斯顿之女巴比克里斯蒂娜·布朗 在经过长达半年的治疗之后仍不见起色 她的家人惊天表示克里斯蒂娜已经死亡 年仅22岁 西洋歌坛天后惠特尼·休斯顿三年前因为吸食骨克检 在饭店心脏病发死亡 当时年仅48岁 而她与歌手鲍比·布朗所生的独生女克里斯蒂娜 今年1月被发现倒在家中遇事 当时已失去意识 送往医院治疗的半年以来 克里斯蒂娜从未真正恢复意识 上个月转往安宁病房治疗 今天她的家人发出声明证实克里斯蒂娜的死讯 克里斯蒂娜一直有滥用毒品的情况 也让外界怀疑是使用毒品过量 步上了母亲的后尘 另一方面 美国海岸警卫队周一 继续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搜寻两名失踪的14岁少年 他们在出海捕鱼后下落不明 所乘坐的船一天前被发现在大西洋中轻浮 据报道 船被发现时离海岸约67英里 已经下矛 但14岁的科恩和斯蒂法诺斯却不知所踪 这两名少年最后被目击是上周五 他们当时为一艘19英尺长的船购买燃料 根据两个少年的社交网络发帖 似乎两人在出海前想要前往巴哈马地区 但是两人的父母表示 他们不可能去那么远的地方 美国海岸警卫队一等士官斯蒂芬表示 目前他们在33500平方英里海域上进行搜索行动 搜索范围大概有整个棉 广告之后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加州一名法官24号驳回三名晚期癌症病人 要求安乐死的诉讼 并称加州宪法禁止任何辅助自杀行为 原告表示将上诉 据报道 一位47岁肺癌患者 一名直肠癌晚期病人 以及一名晚期血癌病人 在圣地亚哥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将加州政府告上法庭 要求行使获得死亡的权利 法官格瑞格里·波拉克24号表示 依据加州法律 医生为病人提供辅助手段助其死亡 将被依法起诉 法院不是制定新立法的场所 应游说立法议员在议会修改法律 加州参议院今年6月 曾通过了一项安乐死提案 允许医生给予生存机会 不足6个月的病患 提供致命药物 让病患有权自己选择结束生命 但是由于该提案 遭到天主教会等宗教团体的强力反对 在提交众议院表决时失败 据报道 加州洛杉矶县Rosemite 24号凌晨5点10分左右 发生致命车祸 共7辆车在一处十字路口相撞 造成一死六伤 车祸是一名来自中国青岛的华裔 驾驶宝石捷跑车超速所致 年仅20岁的华裔车主周涛 当时驾驶一辆白色宝石捷 双门跑车卡曼 在路口先与一辆丰田汽车相撞 两车汽后再撞上其他车辆 丰田车上一名46岁的蜥蜴女子 当场死亡 有报道声周涛在一家夜店聚会 至24号凌晨酒驾上路 此外周涛也并无驾照 他拿到保时捷跑车后 甚至还没来得及挂牌 根据加州刑法192条 汽车杀人罪可以判5年到15年的劳刑 周涛因过失杀人罪被捕 保时金10万美元 当地时间26号 公伦比亚鲁伊斯火山爆发 其喷出的大量火山灰云 迫使该国当局暂时关闭 事发地附近两处机场 公伦比亚民航局方面称 鲁伊斯火山在当地时间26号上午 8时30分钟喷发 其喷出火山灰云后 该局关闭了在曼尼沙和皮瑞拉市的机场 这两处机场的关闭造成至少16架次的航班 在当日取消飞航 据了解 位于公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西边220公里的鲁伊斯火山 1985年曾大规模喷发 融化火山的积雪山顶 并引发泥石流 冲毁亚美洛镇 造成2.3万人丧生 好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近日 都伦多的刘先生因英语口音问题被解雇 将雇主告上法庭后 安省人权仲裁局判决刘先生胜诉 其雇主Everlink公司 需赔款1.5万元 补偿刘先生在尊严上和感情上的伤害 同时 该公司也要赔偿刘先生损失的薪金 安省人权仲裁局的判决书显示 刘先生在中国出生 约10年前移民加拿大 他于2009年6月至2011年2月期间 在Uberlink公司任职分析师 在2010年初 刘先生的上司曾要求刘先生上课改善英语能力 数月后 该公司以架构重整为理由 公司副总指示刘先生的主管 以英语交流不符合要求为由 将他解雇 几个星期后 刘先生收到解雇通知 安省人权仲裁局仲裁官在判决书中指出 语言不属人权守则中歧视类别之一 不过语言是某人 种族 肤色或祖国的特征 那些都是受保护的类别 因而由于他人的语言而做出不同对待的 也属歧视 另一方面 目前时值盛夏 然而多伦多许多庇护所却已快要饱和 据报道 目前统计数字不太乐观 由于今年夏天气温过高 导致许多游民进入收容所中 此情况若延续下去 恐怕庇护所会供不应求 根据多伦多每日收容所统计来看 从5月中旬至7月 大多数的庇护所容量已达80%至100% 家庭庇护所更长达到饱和极限 少年紧急庇护所经理表示 庇护所几乎每天都是满的 不管天气怎样 庇护所全年无休 加拿大游民观察组织研究员格列福指出 政策制定者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建立完善的系统 让需要帮助的人能第一时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正平台 PSTV US 进行订阅 我是雪桥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